好 蔚蕾小姐 隋医生 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你要给我打针哦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晚上有事 改天吧 说好的事情怎么能改呢 打针也不会耽误你很多工夫了 那我帮你安排其他的医生 我表示灵魂拒绝 别人怎么会有你细心呢 魏小姐你放心 我们这里每一个医生 都是非常专业的 每一个医生都是有执照的 没事吧 你说我要摔没事 你哪摔着了 脚痛 裙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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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疼 这样呢 你的脚踝没问题 但是你后面这里都破皮了 我这有酒精 我给你擦一下 我再帮你看一下内容 我再帮你看一下内容 镜头 以后你这双鞋呀 就不能再穿了 听见了吗 还有事吗 隋医生 我最近吃不下 睡不好 我好害怕 我不是心理医生 睡不着的话 你应该去找阿淘 我的鼻子修复了几次 虽然看起来好好的 可是我觉得 她变得好脆弱 我睡觉的时候 不敢压倒她 她歪了 吃饭的时候 也不敢张大嘴 怕她又歪了 我都没有办法 像从前那样大笑了 我不是害怕别人知道 我整容了 我只是想到 别人看到我鼻子 坏掉的样子 我就没有办法 直视别人的目光 我帮你看一下吧 放心吧 你的鼻子没有任何问题 真的吗 恢复期有这种担心是正常的 你要是害怕呢 这两天你就不要照镜子 有我在 你放心吧 那 你会二十四小时 会有微信吗 一想到有你在 我就会安心许多 不会胡思乱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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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